他不是说今天给我脸做的没有效果 效果不好 我要来推 那是我无理取闹 是吧 他把我的脸做成这样子了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 我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情了 小诗在英国读书 最近回杭州休假 小诗摘下口罩 皮肤状况确实不太好 小诗说 他经朋友介绍 在滨江区银泰国际商务中心的这家美容机构 办了卡 总共支付了七千多块钱 小诗提供了一张照片 说是做护理前拍的 日期显示7月5号 照片中看不出什么异样 小诗说 当天做完护理 回到家后 脸上就开始发红 发痒 过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好转 他只能去看医生 小诗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 他只是想把没有消费的余额拿回来 可店家告诉他 盖不退款 记者裴小诗来到这家美容机构 大唐悬挂了营业执照 这家机构的注册名称叫 杭州同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前台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不在 你可以等下次约好 之后再过来 约好 因为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跟那个负责人都不在这边 那你能电话联系一下吗 他们现在都有事情 因为今天也是有事情就要来 有事情没来 那不你方便把他电话给我 我跟他电话联系一下 这位工作人员强调 还是等下次来再和负责人沟通 你要等我们负责人在的时候再说 那么现在负责人也不在 那我过来咨询一下可以吧 我是作为 比如说我作为消费者 我们这边有什么服务 有什么项目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不用负责人说吧 你们应该都比较懂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刚准备离开 工作人员告知 负责人打电话来了 你们是 电视台就可以回收回吗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们是想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你怎么这么说话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在我们这里的视频 你就说什么 什么你的新电话是要播出的 为了避免对方有误会 记者耐心和这位负责人做了说明 表明来意 你现在赶紧出去吧 好不好 如果说要需要说点什么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提前来跟我讲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现在就是说也没有打过招呼 我觉得对我是不尊重的 远程能看到是吧 远程我是可以看得到啊 那这个事情能不能我们坐下来沟通一下 或者说你把详细情况跟我们讲一下呢 也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不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扛了个摄像头到店里面去怎么样 这样的话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是签了合同的 我们不退就是不退 那如果是以一个这么强硬的态度的话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那你觉得对吗 听我说他就是因为说跟你们没有办法沟通 沟通不好 所以我们过来帮你们去搭个策略 我跟你说 昨天他是打电话给那个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也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他才打电话了1818 那我们现在最终的态度是什么 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我们也做一下记录 我们我跟你说我们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好的 我们没有说拒绝跟他沟通 并且我昨天我个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这位负责人说 前一天他刚联系过小时 也沟通了关于卡上剩下余额该怎么用 因为他这个卡他也可以做身体的 他也可以做按摩对吗 我不是说一定要他强制要做脸或者怎么样子 关键是他是我们这个周年庆买的一个活动卡 是很便宜的 诉求很简单 就是没有消费的部分能不能退 因为我跟你说他皮肤他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你开一家店 你要承担这么多的风险 那你愿意吗 首先他没有说要求因为这个事情做赔偿 他只是想他自己处置卡里面没有消费的金额给退换 但是我们之前签过合同是补退补换的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也可以转给别人 或者是你可以做半永久啊 怎么样子都可以 是不是 退一万步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退 或者怎么样子 那也肯定也是要按照我们这个公司规定来退的 对吧 行我知道 您是延屋许许经理是吧 你不用知道我叫什么 你也不用知道那个怎么样子 如果是说他是希望好好解决的 那就好好解决 但是如果这个电视一旦播放了 不管谁来采访我们都是不退了 我这个话就放在这里了 他如果想退的话那就好好说 如果不想退 那大家就撕破脸我也没关系 还有什么你需要补充的 没有要补充的呀 态度就是非常的差 包括昨天在电话里跟我讲的时候也是那种 虽然话说的比较好听啊 但是言下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我们不可能退给你 或者怎么样啊 那当时我来这边做的话 也是就是看中他们家一个服务态度比较好 然后环境也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才过来 但其实就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 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不公平 小诗说 接下来他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记者返程途中 杭州同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再次来电说还有话要说 消费给我们也打过电话 然后也说了他这个情况 但是他之前的皮肤检测出来 他皮肤底上他就是有炎症 之前也跟他说了 你可能之前用过技术类的这些东西 你就是做完就可能会发出来 他来的时候他就是有痘痘的 我跟你说 但是他给我们看过照片 我们看过他之前的照片 之前照片在我们iPad里面都有 他之前提过的照片给你们看 那你们肯定觉得很好呀 对不对 他有跟你们的聊天记录 他刚刚开始长这个红颜色的异物的时候 你们还说这个是好事情 对呀 这个是牌嘛 他做的不是去角质 他做的是就是一个牌组的这一个管理 你知道吗 所以之前 对之前就跟他说过了 因为你这个皮肤炎症太厉害了 他肯定是说要给他排出来 才会彻底的好 记者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 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预付式消费主管单位是商务部门 对于店家在经营中是否涉及到预付式消费 单张记名卡 预付凭证金额是否超过5000元 他们会先进行了解 邮包横剑 记者报道